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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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趙宇俊老師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好 普通館那個真的是蠻多東西可以去挖掘 然後他們寒暑加班的營隊也都是爆滿 很多的營隊 然後還有不只是他們兩個 還有很多人 還有一個是專門在做飛機的 飛行的 還有一個是連那個 那個竹筷槍還可以做成連發的 那都有 很多人 他們那個裡面的那個寶貝很多 所以我才常常去那邊 常常挖他們的東西 那今天為什麼會去做這個呢 這個其實跟他們都無關 原本跟他們都無關 那是過年前 我姐姐在台北教美術 然後突然之間 學校他說 補助了一些錢 要我們一定要買一個3D印表機 他說 他開始頭痛 就發麻 他說怎麼辦 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我說好我幫你想想 他說那 你先從平面的做 然後再做成立體 再去做做做做做上去這樣 然後你可以設計一系列的美術課程 整個學期跟他搞完這樣 他想想還不錯 他說從平面的開始怎麼做 要去找 找到很多的東西平面的 你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也都有 你看起來是平面的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是立體的 很多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所以像這邊的話 這個是其中一種 這個是 眼睛整個會花掉那種 你眼睛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眼睛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圖案 我這邊沒有用任何動畫 但是你盯住其中某一個點 看到其他的圖案會怎樣 是不是一直在轉 我沒有用任何動畫喔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點 隨便你換 換另外一個看另外一個點 你盯住的那個點 旁邊不會動 但是其他地方就開始動 這個是人的神經視覺的問題 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所以目前的科技 一直想要去做一個人造眼 模擬人的眼睛那些東西 但是還做不到 因為太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喔 那這個是很多的網路上也看到 人家在地面上畫的這些圖案 但是你會看起來怎樣 好像立體的 他畫得出來那樣子的立體的 其實小朋友有空有機會 多看一看人家那些 國外的美術大師的那些畫作 那些大師的畫作畫得很棒 他的非常厲害 像那個什麼印象畫派 他可以針對一個建築物 然後四季不動的時間就畫 但是他要把它的那個 早晨的光線啊 晚上的光線啊 有雲霧的時候啊 什麼的他能夠畫得出來 然後可以表現得出來 那還有很多的 像那個墨內的那個荷花 你去看過他真實的畫畫 在現場上看到他的原作品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那個 那個荷葉是浮起來的 看得出來是浮起來的 但是他是平面的啊 他們那些人的畫的很多東西 都是真的是能夠讓你的視覺上面 去有些東西 那美術的東西其實有很多視覺上的問題 那也有人拿來做什麼 做心理分析 做心理分析 對這些立體的心理分析的東西呢也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哪些是凹的哪些是凸的 上面那一排是凹的還是凸的 發生什麼事 覺得是凹的舉手 覺得凹進去的舉手 第一排凹進去的舉手 凹起來的舉手 第二排呢 第二排凹進去還是凸起來 你閉一隻眼睛來看 然後你想像凹的那個 你把它想成凸的 有沒有辦法把它看成好像凸的 沒辦法 慢慢練習 其實那個視覺有時候 你認為他是凹的 他就是凹的 你認為他是凸的就是凸的 同樣的視覺那種圖形 甚至你把它顛倒過來 換一個方向 你轉一點點 轉一個方向它也會變 這個是立方底還是平面 為什麼 我明明畫的平面啊 是因為人家立方底 這是一個平面 但是為什麼你會看起來好像立方底 就是覺得 但是 有沒有覺得他是凹進去的 沒有 有些覺得他是凹進去的 沒有 那這個凹進去還是凸進去 他凸出來 一開始有人說凹進去 有人說凸出來 平面 平面的 平面的 都是平面 那這樣的話你看起來是凸的還是凹的 還是凹的 平面 凸的 所以其實 在很多的這種平面的東西畫起來的 你會有一種錯覺 會覺得他是凹的還是凸的那些 這個是一個房子 這怎麼會是房子 屋頂會怎麼這樣子 好玩 然後我們的鏡頭開始調下來 鏡頭調下來之後 鏡頭調下來之後 你會看到的是 你會看到的是 再滴下來 等一下 好高 好 然後 你看那個 那裡面 然後我看 要調整一個角度 沒有 他要這樣 凹的 凹的 凹的還是凸的 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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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是凸的 對 你要看我這邊 這是凹來凸的 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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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上面的 或是看後面螢幕上面的 屋頂是凸的還是凹的 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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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亂喔 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說 有一個角度 要去看 那 其實你如果看到我這邊來 凹的還是凹的 凹的 凹的嘛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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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個角度 換不同的角度 換不同的角度 有凹的 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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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一直玩到下課嗎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都是視覺上面的問題 接下來 從你們的材料袋裡面 找出其中一份 好 聽清楚 地板 這個有前後的地板 不要動它 剪下來的東西 你看一下 頭螢幕 頭螢幕的 螢幕的左邊 那幾個是你要剪下來的東西 屋頂 屋頂這個因為 因為我畫的時候 就是剛剛好 然後結果印表機印出來 沒有辦法完全印出來 那個斜線是整個要切過去的 啊 斜線是整個切過去的 中間這樣先不要切斷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形狀屋頂 屋頂的形狀 在那個螢幕上面 上面有寫屋頂 把這個形狀點出來 屋頂 另外一個是圍牆 圍牆是這個長條形的 圍牆長條形的 外面 外面那個剪下來 中間的線不要切斷喔 中間的線不要切斷喔 虛線不要切斷喔 好 中間的線不要切斷喔 外面 外面的切起來 好 這是圍牆 另外這邊還有一片這個 是不是有一片那個 總共 格子的 格子的不是每一個格子就不解斷喔 我不曉得這邊的印表機太神奇了 虛線可以印成實線 我明明化成虛線的 你看一下我投影片上面的小片的東西是怎樣 兩格一片 兩格一片 懂意思吧 這邊兩格一片 所以變成是說 你可以切長條的 長條之後中間再把切斷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切成十六格喔 不要把它切成十六格喔 兩格兩格黏在一起 是一片 你的屋頂折起來又變這樣子 變這樣 凹的喔 然後尖的 尖的是後方 尖的部分是後面 這個凹進去這個是前面 地板 你的地板是不是有這個線條 地板有線條 你把你的剪的那個小紙片 兩格的小紙片 兩個小紙片 中間這麼畫線了 它很容易折成這樣一個小小的 然後你把它黏上雙面膠 沒有畫線的面面黏上雙面膠 這樣折下來之後 那你就可以黏在這個線的邊緣 那個螢幕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是黏在哪裡 那線條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是黏在裡面喔 黏在裡面 黏在邊緣這樣 黏在裡面黏在邊緣 這個 雙面膠用雙面膠黏 其實你用膠帶黏也可以 雙面膠也可以都可以 反正你要黏得住就好了 這樣這樣子 你的那個三個小片 黏在這邊 黏在這樣子 三個小片黏在這樣子 這邊可以看到現在黏在這樣 對著線黏 然後再來 圍牆 圍牆千萬要小心注意前後 這個線條 地板的線條是不是有長短不齊 前後的長短不一樣 你的圍牆 你這樣折起來的時候是有一個比較長的 一個比較短的 長的最長的 短的最短的 黏上去 那黏在哪裡 這個小片的部分 是不是把它靠上去黏著 這小片的這個 小片的這個 你的這個圍牆就是這樣子靠著 靠著 那你可以先黏長的一邊 先黏長的一個 這樣子靠著 然後再黏過來 再黏過來 一個摸字形這樣子 但是你的線條要對準 要對準喔 那個屋頂要黏之前 這五片黏成這樣子 側面一片 另外前後做兩片 側面一片前後做兩片 支撐的用的 對這樣結合起來這樣 那屋頂先不要急著黏上去喔 屋頂是不是有一條線條 屋頂線條的背面 來畫 屋頂原本有一條線條的背面來畫 屋頂這邊有一條線條的背面 來畫 然後離尖端 離尖端進來五公分 離這個凹進來的 進來0.5公分 那這個之間就有9公分的寬度 畫兩條直線 屋頂放錯了 整個就全毀掉了喔 你的屋頂凹下去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邊比較寬 一邊比較窄 你的這個屋頂是不是有一邊比較寬 一邊比較窄 寬的對寬的窄的對窄的 放下去 然後你要放的時候 有比較容易對準的 是把它捏起來之後 放到正中間 對準 再把它壓下去黏住 你放了捏起來之後 這樣是比較容易對準 比較容易對準 對準之後 牆壁稍微調整一下 有可能牆壞了 這樣對準之後 再往左右兩邊黏下去 就會很準 往左右兩邊黏下去就會很準 捏好的 捏好的 你就可以去找那個位置 看看哪個位置是 你閉上眼睛看 它會覺得凸起來的樣子 你可以去找一下那個位置 從鞋上方 前面的上方 鞋面上方看 來看看我擺的位置 我現在防止柱擺在我前面 然後凹的部分在我這邊 就前方在我 稍微轉眼角度之後 閉上眼睛 你閉上眼睛 你閉上眼睛 你會突然屋頂就敲起來了 捏好的 三 ей 這個位置 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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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黏到底板 但是先不要黏到 那个底板 你把那个四片两片 那个总共六片的阴影轮 那一边通通把它弄上双面条 柱子要跟轨道结合的时候 我用S5这一条来讲 S5的话 如果你把它弄成是 轨道那个四面是正正方方的时候 你这个切 你这样子切面 从侧面切面 柱子两头看是不是变成菱形 这边这样看是不是菱形 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一面是菱形 是你要把叠扁 叠扁 叠扁之后 它会是变成是 那个 变成正方形 侧面看正方形 S5的这一个 S5的这一个 C5 C5的这边的话 稍微捏扁 然后你可以从这面这样看 是正方形 所有的柱子 所有的柱子 你要从这个口 它的上下两端这个口 你要看它是变成正方形的 尽量啦 因为有可能一开始剪没有剪好 没有变成没有变好 但是它都要正方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C5 C5是怎样 从正面看是扁的 从正面看是扁的 但是你把它变正方形 这样子看正方形 然后你把他捏扁的 这样子看正方形 这个面 这样看正方形 好 调整好之后 调整好之后 这个 是不是有一面是有四面的 有没有两面的 两面那边 两面那边 有一个脚脚 是不是左右两面都没有 没有小片的 那个没有小片的 左右两面都没有 那个脚脚是要对到圆点 对到你的轨道上面的圆点 但是你的数字要对数字哦 C5就临到S5 C1临到S1 1对到1 2对到2 3对到3 你对错了就全部就没了 那C5最后再粘 C5最后再粘 粘完1234 粘完1234 你会注意到 你会看到 你的数字 通通朝一边 粘完之后 你的数字 通通都会朝同一边 如果你有一个数字在背后 一个数字在前面 你就没错了 如果你真的很无聊 想要粘到底部去的话 看一下 你翻转过来 是不是1对到1 2对到2 3对到4 3 对准之后 每一个位置都要抓准 粘下去 对准哦 对准哦 那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粘不太好粘 你可以用胶带 从外面粘下去 固定紧 比较方便 你可以用胶带 或者双面胶 因为原本双面胶也可以用 但是你用胶带 在外面用胶带粘住就可以了 也可以 完成的 完成的呢 这边 我那个 因为用弹珠的时候 我的猫又来了 听到弹珠声音 那猫整个精神就来了 要一弹弹珠了 害我赶快要收起来 要不然我这一股就垮掉了 那你做的时候 中间那个 稍微往下压 它能够有这样子 稍微就可以了 那其实后面那边 后面那个其实 你可以看起来 应该是蛮斜的 好 那闭上一眼睛看 就 它就是会凸起来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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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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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